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一起来做传统绿豆糕 采用了纯绿豆 还有三个材料 就可以制作出绿豆糕了 再搭配跟里面的馅料 非常的好吃 清爽不腻 首先准备 切拌的绿豆 是这种去皮的 市场上都可以买到 记得要去掉这些有皮的部分 好了之后呢 用清水 清洗 清洗三四遍左右 清洗时候过筛 之后再重复的清洗 因为绿豆有很多的淀粉 我们要清洗直到水清澈为止 我用了大概四遍左右 之后滤干水 加入一个碗当中 之后呢 把水加入 直到它能够覆盖过绿豆 一两英寸左右 好了之后 让它们浸泡两个小时半 到三个小时 直到绿豆膨胀起来 之后呢 把它们滤干水分 记得要滤干一点 之后可以拿一个塞子或是蒸笼 我们要来蒸这个绿豆 这样子可以确保它没有水分存留在里面 用大火呢 来蒸40分钟 水开后才下锅 蒸40分钟之后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那么检查绿豆一压 它就可以这样子粉碎之后呢 就是蒸好了 取出 之后趁热的时候 把绿豆加入food processor当中 记得要趁热 这样子比较容易搅 盖上盖子 我们要把它们搅碎为止 如果用blender可以加非常少量的水来帮助你搅得均匀一点 那么我用food processor 没有加任何水的 所以搅好是这样子粉碎的状态 那么稍微按一按呢 它还是可以稍微的成团的 可是是算蛮干的 那么哪个防粘锅 开中小火就可以了 不要太大火 加入无盐牛油 那么我们要让牛油全部融化 一融化了之后 就可以加入一些盐 搅拌均匀 之后就可以加入刚才的绿豆 加入之后 加入之后就要不停的翻炒 直到牛油完全被吸收 而且均匀为止 所以可以用这样子一边翻一边压的方式 来好让牛油可以均匀的吸收 之后加入蜂蜜 你也可以加入转化糖浆 或者是这个麦芽汤 之后把它们混合均匀 不停的翻炒直到它们完全吸收均匀位置 不建议你再减糖了 要不然它会太干很难成团的 那么你可以检查一下 它是属于这样子有少许的松 可是算是比较湿润的 一压它可以这样子 压一压可以形成团的 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我炒一下子而已 因为里面水分很少 离火之后呢 盖好让它们放温 之后我们现在来准备这个低糖的 蓮蓉馅 还有炒香的瓜子 那么把它们混合均匀 你可以用手这样子揉会比较方便一点 我们要把那个瓜子呢 揉进这个蓮蓉馅当中 好了之后呢 把蓮蓉馅分成12等份 称重呢 是大概20克一份 好了之后 把馅料滚圆 记得要盖好保鲜膜防干 现在呢 我们的绿豆面团已经放温了 会太烫手 那么如果它太干 太容易粉碎的话呢 可以加一点点的水 就慢慢一次过 就一次慢慢的加一点一点 来测试一下 只要它可以这样子 形成团就可以了 我就加了大概25到30克的水 这样子就可以了 不要加太多 好了之后 一样把它们分成12等份 一份 30克 好了之后呢 稍微的把它们捏紧 就可以了 不需要滚圆 记得要盖好防干 好了之后 我们取一个绿豆皮 掰一小块的绿豆皮 先把它按扁 就放一旁 之后呢 剩下的这一个 就把它按扁 取一个馅料 包馅 稍微的收旁边的口 好了之后 就是这样子 之后把刚才的那个呢 就盖在上面 之后呢 封紧它的收口处 因为呢 这个绿豆糕 它没有筋性的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包 会比较容易 稍微的滚圆 好了之后呢 放在桌子上 我们稍微把它收高 这样子比较容易整形 准备50克的月饼膜 缩紧 模具 我没有什么涂东西 就只是抹少量的玉米淀粉 在这个面团的顶部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因为面团本身已经蛮干了 之后呢 压出这个月饼的形状 哇 很漂亮 因为这个面团 水蛮硬的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压出漂亮的纹路 超美的 好了之后盖好 收进冰库冷冻30分钟 再吃可以更好吃 如果当天吃不完的话 建议密封收冰库来冷冻 隔天在普通冰箱解冻了之后再吃 这样子没有那么容易干 看到吗 是非常的冷冻 那么在普通冰箱解冻之后呢 就可以吃了 所以这样子我们的绿豆糕就做好了 方式和材料都非常的简单 比跟这个传统的月饼食谱的话 这个绿豆糕是算是很容易就可以做成了 也不需要烤 掰开来看 里面 哇 超美的层次 而且很香 绿豆的味道 真的很好吃 一点都不腻 而且很清爽 可以吃到这个绿豆的很纯的绿豆味 可以 再加上里面有莲蓉馅 还有这个瓜子的搭配 超好吃的 再掰开一颗来看里面 你看 里面还有满满的瓜子 我觉得超搭的 瓜子 味道也很香 而且所用的莲蓉也是低糖的 那么这个绿豆本身也是很清爽 一点都不会甜 再加上一点点的蜂蜜味 很好吃 希望你们尝试做 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视频 请记得观看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关注我 在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下期见 拜拜